大家好,欢迎又来到我的Channel 今天呢,我们是高探日 我们的饮食计划有了一些改变 今天我会在高探日的时候呢 给你们看一下我的饮食是怎么样的 那么现在先让我们做一个身材展示 看一下现在第四个星期刚开始 我现在处于一个什么状态 然后早上起来呢 第一件事基本上就是摄取我的Modal Vitamin 维生素 总共是总共两粒 以前的高探日呢 我们是400克碳水 在我之前的视频里面有讲过 低碳的时候是100克 然后中碳的时候是200克 第三天是200克 第四天高探日是400克 但是我的教练昨天给我发邮件 他跟我说 要涨一下我们的高探日的碳水量 所以我们直接从400克变成了600克 那么今天将会是 我认为是很困难的一天 因为要吃600克的碳水 是很累的一样一个事情 然后我们现在看一下我们 现在是9点钟 然后我们吃第一餐 这里可以看到我们有400多克的米 那其实呢平时我都不会吃这么多 因为今天是高探日 然后高探日也可能比这个少 但是今天是计划改变了 所以加了200克的碳水进来 然后这里一个6盎司的鸡胸 然后就很干也没什么味道 但是一定要吃完 所以我会 因为今天量很多 所以我会早起 早起然后尽量吃 现在是12点半 我们开始准备吃我们的第二餐 但是我现在肚子里面上一餐的食物 感觉还没有完全消化 但是没有办法 我们一定要吃这一餐 所以说先看一下我们吃什么 和上一餐一样 基本上这一天 午餐都会像这样子 6盎司的鸡胸 还有468克的糙米饭 这一餐说实话 真的是非常难以下咽 因为我现在一点都不饿 但是说好了是高碳日 就要完全吃下去 然后我会看 可能会看一些Netflix 然后帮我把这顿饭给吃了 刚刚吃下最后一口 第二餐 很饱 现在非常的饱 不简单 这个真的高碳日 真的是吃东西吃的真的很累 我是一点都不饿 但是还是硬着头皮吧 全部吃完了 那我刚刚睡了个午觉 大概睡了一个小时 然后现在肚子好一点了 差不多又要吃饭了 现在4点40分 上一餐是12点半开始吃的 然后1点40才吃完 现在4点半又要开始吃第三餐 一样的 现在这餐是第三餐 也是6盎司的鸡胸 还有486克 468克的 就是460多克的 超米饭 然后这餐吃完以后呢 还有两餐 同样也是吃一样的一些 所以就是这样的餐 再吃两餐 然后今天就饮食就是这样子 然后今天可能会给大家带来我腿部训练的视频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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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